從來沒有人給我們任何的機會 默默地耕運 踢好每一場 2021至2022年到 二甲冠軍 AC米蘭 歡迎收聽米蘭頻道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 好 這一季的第二集的米蘭頻道 今天很多朋友上來 目的都是一樣的打J 剛剛打完國米 接下來的賽程也會和大家聊 今天繼續有我Gary 還有Dennis 你叫什麼名字 Kevin 打個招呼 Burton 你被漂泊水流不了 還有兩個衣服一模一樣的Alvin和SM 跟大家聊一下今季的一些事件 剛剛打完國米 首先 剛剛拍不到台上拍不到一件球衣 我們能不能拿到球衣給大家看 沒有 沒有 我免得動到咪線 我們待會再拍一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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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耳甲我們踢了幾輪 歐聯其實也踢了兩次 踢了一場 應該接下來會踢第二場 明晚第二場 明晚 我們 咦 我看到了 用來踐踏 先說這場球 對國米 其實賽前大家有沒有信心 沒有 其實沒有 真的沒有 其實我有 但我不想登 所以我什麼都不說 為什麼我說 有沒有擔心過贏不了 這些 沒有想過贏的 即是你是 盤輸的心態在看 我覺得 走勢不太好 雖然你說沒有輸過 波打 踢出來的表情是不是很好 其實不是 其實好像比去年 沒有那麼大統治性 還有國米那一隊 茶狗夾慣了 那邊可能 其實每個位置 比我們都是 出色一點 逐個清 逐個清 是的 當然國米也有了很大的 忍武了佩理石 都差很遠 真的 渣顧回來 但傷了 但渣顧強姦的對象不能夠 那他也有一定的強姦能力 但是他今季強姦不到 被人強姦回 可能真的還沒習慣 或者 可能他要乾地的戰術才會 即是當年 蕭振高回來 變焦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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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個焦都誇張了 那 長波就沒有什麼信心 Alvin剛才說有信心 現在原場可以說了 為什麼 因為其實 剛才SM說的 我很認同 國米如果 逐個清 應該是真的清先的 其實我不認同 你不認同 你不認同 我不認同 其實很多位 首先 你剛剛開始說的時候 走了佩理石 是的 我們的左翼一定 沒有得 輸的 是的 整條左路 其實是沒有得輸的 但是 那米蘭都是第一條左路 那夠了 夠了 然後 你說中場 是不是真的差那麼遠 我覺得不是的 因為 其實馬後炮這樣說 巴黎拿你看到他 打的時候 是可以去到幾打 巴黎拿一打 可以拉起來 其實整條 國米中場線 最穩陣 最可靠 只有球手的一個 都是球手的 是的 當然加上這個狼狗 那 對 然後 之後 你說 前鋒前鋒應該是我們 還是稱輸的 對 還有 基奧特都露了 但可惜他每一場都有球 還好可靠 還好可靠 可惜 即是反話 接下來 每一場都要出球 還要打足90分鐘 好難辛苦 好難慘 我覺得國米中場 如果每個人有分狀態 戰術的成熟度是好過我們 3-5-2這個體系 一定是 因為其實他們這一套 都打慣了3-5-2 這是我最擔心的事情 不是說東和Ben不夠做 我們公中一個CDK 一個巴謙 巴謙 巴謙踢得多好 我不說 這個打小過 CDK其實是 剛到你叫他融入對球 只有一場好球 就是玻利亞那場 然後我不會期待他一場打比賽做了些什麼 所以我覺得以中場那個 即是CDK你可能覺得穩穩定定 就已經叫做收貨了 對 真的要靠4-8去頂對面三個 我覺得一個交兩位是夠的 但結果轉出出來 其實CDK不差 這個是驚喜 你去到3-1的時候 換走他 我們就開始差了 但也是 但是擔心這件事 我覺得我是 這個想法 我覺得是正常 即是你賽前的擔心 我記得我跟你說過 我們最怕一個人 我們賽前就說 最怕查狗 怕查狗會突然之間發力 發瘋 有分 發瘋 結果他就發瘋了 但是你賽前 除了查狗的因素 也是擔心的 也是擔心的 其實各個 idea應該都是跟你寫什麼樣 球員質素 是覺得 喂 是不是真的可以的 嗯 還有就是 再回帶就是 基斯的離去 這樣 這個差很遠 還沒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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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螺絲換螺絲 對 沒錯 所以 會有一點擔心 中場的控制方面 會 尤其是 當你4-3-3和 3-5-2 這個位置是有一點擔心的 我是這樣看的 Dennis呢 先問你 我最後才問 我從來覺得 米蘭打比是50-50 你很有信心 贏 金波很難 你是想贏 我以為你是想輸 不是 你正面一點去想 就是贏 但是 米蘭打比一向都很難 很難有這個信心 是啊 當然 更加對方 不是一隊 弱的球隊 不是一隊實力弱的球隊 除了某個球員之外 所以 沒什麼信心 的確 那晚看之前 所以 還要看一看 你還會先落後 每次都是這樣 每次都是落後 這兩季都是落後 今年米蘭是失敗多了很多 剛才計算我們聯賽 都是失敗 只有兩場見說 其他都失敗多了 最重點是 有幾場都是落後 烏雞那場 我們也是 三分鐘 一個角球 好像不用三分鐘 兩分鐘 好像是 一分五十多 好像是 輸角球 好像是 又是被靠 我 樂觀點 樂觀點 就是我們 不會被 早段的失波打沉 這個是 一兩鬼 就是鬥志 精神狀況 失波 仍然他們都會覺得 追到 有得贏 去 那種感覺 不是 而不是以前 哎 是 還有看見皮Sir貼著海報 哈哈 哈哈 好笑 其他人我就問賽前 因為球員的表現大家都清一下陣容 我真的很想問一個我們 Haters guy的KOL 皮奧利 你也真的 細恩 你也真的 賽前 你怎麼看這兩個人呢 其實我本身都是五波 因為兩個都廢 就是不關事的 就是 就是像Denis說的 打給你 就算你什麼都不說 你只是貼一個poster出來 你都可以激發他們鬥志 是 但是 作為一個AC馬人的粉絲 我當然會說國米贏眼的 哈哈哈哈 你誰問我都說國米贏了 但是我覺得 就是 剛才青 其實我覺得真的五波 是啊 很老實講 你說中場 但是其實國米呢 今年的狀態其實都很飄乏 是 就是 剛才說的 龍門 就是 漢奸其實都真的 差了很多 差了很多年 是啊 老了 那後方 其實很難有勁 有 等一下 我們遲些再講 那 中堅那三個 其實 可能之前很穩陣 但是 其實 之前賽前 巴斯公尼其實是病 發燒的 他勉強 就是你講的 是扎著他出去踢 那 事實上 發燒就是扎著頭 隨便 不知道 他喜歡扎著什麼頭 都好 哈哈哈哈 那是你嗎 接著 那 那 Firo對位是 Dun Fries Dun Fries 這麼快就 這個對決 你不要說 他兩個對決很好看 這個對決很好看 很好看 就是永遠都是撩他打架 對 很像看MMA 對 卡拉以前可能會擔心 因為 魯利 剛才說過 就是 是強姦的 永遠都是中出強姦的 對 現在對著 那一場應該是 大米先的 大米先的 結果都是奸 都是奸 哈哈哈哈 大米其實是挺厲害的 對 對 今季不同的地方 就是這場不同的地方 就是細恩 有很明顯的部署 就是他推出 Joachan哥里亞 對 就是他想用靈活性來打你 就是你用迪斯高就站在那裡 但是迪斯高一出來 那些type in真的很厲害 對 就是 賽前是這麼想 那皮 都是照舊的 其實 我覺得很老實說 現在你調整到這個陣 其實 很難動它 我覺得 皮 可能看著大名單 我都是只有11個人 對 前場都不能選 很老實說 選擇的就是巴謙 就是CDK 是啊 但是他出巴謙那一刻 待會再說 真的要罵 其實如果你說細恩玩靈活 他是不是按鈕了呢 我們後面那幾個都這麼快 對 但是其實 好實說 譬如說他搏馬天尼斯背身 做回給Joachan哥里亞 就是他搏 可能搏 他不是搏要兩個老鼠仔 在那裡贏你 那幫中堅 是搏一個人拉好 拉好空位 吸了炮火之後 有個人快進去 搏後射策 你第一球 就是波蘇維那一球 就是其實你一個拉兩個 之後你後面那些人回追 你一隻閘又收不前 就是卡拉同飛那一刻收不前 你就被波蘇維一下中出了 真的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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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是國米後面那三個中堅 輪流出事 你我是厲害的 你我是真的很厲害的 其實我覺得7M是大軸 等一下再說 這個我也覺得是大軸 但是再說 開球了 我們就 一如既往地 就失了球 那一球真是漂亮 剛才也有提到 馬天尼斯 得住身位 一個揹起我們一隊中堅 再傳個漂亮的球出來 是級數的分野 你見到後面是散散的 散散的那一球 因為馬天尼斯一個人拿著球 你已經一隊中堅上去 那你兩隻閘又收不前 其實變成阿米是 沒有了三分才 其實看球了 夠了就好 夠了就有運 夠了就100分 夠了也不是位錯的 真是蜜龍門錯 真是蜜龍門錯 土魯射可能夠夠 查案勞股是永遠追不到單刀球的 但是查案勞股不會去上 即是他會上試 但他不會插到一隻前鋒 去爆進去 他也是想偏向做助攻 他不會打前鋒 亦都不會入禁區 要球組織那個 是的 失了一球 老實說 我自己看的時候 我雖然作為這個節目的主持 我是讚嘆了一下的 這個入球 真的很厲害 不關事的 是漂亮的 很漂亮的 沒得說 這球入球的話 其實也沒有什麼可以做到 老實說 我們是沒有犯錯的 應該這麼說 即是可能 不需要那麼多一個去上場 不是 追球所謂追漏了 如果這球是犯錯的 這球是沒有戰犯 沒有戰犯 這球是人家漂亮的 對 他組織漂亮 所以你說要雞蛋類挑骨頭 那他挑就說是足夠 我覺得輸得幾肉酸 輸得幾肉酸這球 你這樣被馬天尼斯得住不動 即是兩條一定隔了 但這個如果他一個都得贏你兩個 這個是實力的分野 實力來的 其實不止兩個 兩個半都差不多 卡拉是想錶 但是他的位置又不夠近 中間阿Ben也是在附近的 他打算錶的時候 就被他拿出來 但又反過來 這一球會不會突顯了 就是沒有了基斯的問題 因為如果基斯在這個防守 我當他直接去看看阿Ben 其實應該是被人揹著 你其中一個 就可以把Kaluru出來 或者Tomori出來 那你後防又多一個人 很難說 其實上季基斯在這個角色 他都不是防中 是box to box 你很難說他那一刻 他去了哪裡 那一刻真的 好一瞬間 所以很難說 有基斯在這就沒事了 如果你照樣說的話 可能基斯在那一刻 會在那一刻和他鬥 可以把他推倒掉 變成犯規了 變成犯規了 就不會彈到 很難說 如果要說就可能 其實那一刻要犯規 不用基斯犯規 那兩個線掌他一下 是劉太郎來的 是要打的 而且不是彈到 不是彈到 不是彈到又不打 這個是要hard tackle 一腳轟下去 按也要按低他 你壓也要壓 壓低他 然後另外一個對決面很精彩 就是剛才有說 Phil對Dumb Fries 偷笑 你先說 沒有 他很喜歡Dumb Fries 哈哈哈哈 你讓人看你的背景 所以你很喜歡他 你看一下 Phil和Dumb Fries 這個對決其實 預期出現的 房子都火爆了 是的 實力上 其實你覺得他們兩個 差不差得遠呢 不差得遠 但是風格也不太一樣 是的 位置上很不一樣 是啊 是啊 但是 很明顯 其實 Phil 我想當時的心態 就是 上次打給我吃著你 我這次都是吃著你 那 Dumb Fries 其實 其實就是 心態就是我要報仇 因為上場輸球之餘 我最特意被你辣了一夜 所以 那個 躍引其實在那裡 變相 今場 為什麼好看 就是 是有一點點前因後果 在那裡 是的 其實前因後果 還要加上 Dumb Fries很容易辣著 哈哈 Phil是很明顯走過去 你一屌 這樣 然後他就 那些就是 吵你 其實 普通兩個都不是很皮 其實都很容易辣 但是他是有心辣著Dumb Fries 只不過這一場 可能是聰明一點 早一點 吵你我預料你辣我 我辣了你 不如一起黃 辣椒一齊黃 因為你黃了之後 即是他八分鐘 十分鐘已經黃了 很早 很早 變相你不能用這個 食牌的戰術來對象Niao 是的 因為一早已經幫他掌握了 變相你在他的右邊 我們的左邊的時候 其實我們可能 可能 可以唱透一點 其實事實上之後 Niao真的挺有漫通的 是的 即是 即是 說到他 1-3的那一下 是很靚 即是 那一下真的很靚 反Niao的人還有什麼 可以說 噓 笑 紅牌 笑也是錯 嚇人咯 哈哈哈哈哈哈 不,他有時是真的有時的 不,他的決定是很大進步的空間 是啊 即是他無時無刻都轟走了個球 其實我們今個月都看不少 但當他下定決心 我這球是要過你的時候 他決定勝勝的時候是做到 現在是有決點,但他的決點不足以我們反他 不需要討厭他 我想 一定不需要 現在他對球我們是靠 是真的靠他 你不是靠右路那三個 那三個六層 攻中右路那幾個 你真的靠左邊做一個起點 所以其實你還是沒得反 當你對薩斯索羅那場 拉遠一場 我們整個重心給他的時候 他是 對那場有個不明白 為什麼薩斯索羅去到右翼 就是很難忘記 那些是 那些是 他是由左路回右路 他本身是中間 他以前是中場 我講的是左路那兩個自由度很大 Fio可以去到右翼 Liao可以去到攻中 Liao不同 Liao本身是攻擊球員 在前面一定是到處走的 你不會想到一個左閘到右翼 大斜角 大斜角 你還想一下 他長一長打足九十分鐘 那場是打比之前 你想想一下 如果打比之前 打比之後怎麼辦 不是的 你對強隊 西瓜皮對我們來說 都不是跟國民同一個層次 戰術上微調 我想是有分別的 但是西瓜皮針對勝地 看處Liao是很成功的 因為你弱對打法 你弱對打法 我就是把明看死你的王牌 完全是凍結了他 然後整個球員就攻不運氣 你們覺得Liao值不值 其實現在是全民中 車路士已經下了一億 當然我們reject了 你們覺得Liao值不值 值不值一億 值不值一億 我覺得如果他不是deadline beat 我們真的放了 因為我們找不到replace 是的 deadline beat 沒可能放過主席走 這個一定 如果再一個月beat 可能真的放了 或者拘高一點價錢 還有現在的續約 有些新聞說 續約條件是7M不不止 主要是幫他配合 在士不停的一半 他應該是半千百萬的 那我都不是很多 幫他給900萬 幫他給9M 再加年薪 一年人工 一年鬆一點人工 兩體 你現在 尤其是我們工資沒有 都拿到很緊 是啊 其實是這個問題 說真的 那9M我幫你賠有什麼所謂 我有 我有的話 我有的話 我幫你賠 因為現在是 9M 我不是賠90M 9M 9M 9M不是一件很難的事 很難的事 很難的事 一個都是 但年薪是另外一個問題 工資沒有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一個家人員工 另外一班又很大 所以你想一下 對中 是真的只有他一個有資格 說要去到這個數字 也是新老闆說 就是唯一一個可以爆工資沒有的人 就是有說過這個新聞的 他們已經是 批評了 將會 就是為了 破例的了 就是 大家那個 4M 5M的工資沒有 就不用拿得太緊 我覺得 值不值7M 就等大家之後再討論 我覺得隨著 觸碰 我們如果有辦法 穩定的 在歐聯那裏有表現 其實財政員好很多 其實那個 收入是可以相對寬鬆一點 可以是高分的 因為當你在歐聯那裏 真的有成績的時候 某程度上 你已經是再走前一步 就是在收入上面 你所有人是會更大 就是 說得難聽一點 你去到穩定歐聯有成績 那幾隊 你不會看到 沙律去做右翼 就是你不會再用 一些不是這個等級的球員 對 那你慢慢發大 你要高一級的球員 你自然 你財政上就要進入了 對 其實我覺得大家不用太擔心 就是現在 一堆幼幼幼 就是在一個很低的價錢 那你還年輕 那但是當一些人開始 好像李奧爆發 比拿沙 東南里 東南里就不算 阿斌還沒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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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一個最難談的 阿斌還好像在拿三 是啊 2和5 現在1點幾 然後不知 她8 4 只要你 非洲杯MVP 1點幾M連身 那時候是降班膽 那時候 你鼓力都不會贏 因為我安保你過來 即是說幼幼的時候 當然有個salary cap 但是他們都合理的 就是一般人越來越勁 越來越成長的時候 你不出高身 留不到人 根據這個最簡單概括的一句話 就是香港的腦袋很豬肉 年輕人先學一下 先不要經常問薪金 不要經常問什麼時候加薪 先學一下薪金 現在是多一個的 你看看那位同事 咦 他愛我們公司 減薪過來的 我們也有例子 他現在也不讓我加這麼多 對 我說加多一點給他 說不用了 還要簽到最冷腸的那份藥 2027 神經病 成功多少 3M 差不多 3M簽到2027 我覺得他不只 當然不只 是真的有個愛來的 沒那麼想來的 如果他那麼愛他 當初就不要去布雷斯亞清憤了 當初是你的 是呀 那是你制喻的 是放定了心 大家看看現在巴黎的正選龍門 不是正選龍門 我的意思是說不同 差太遠了 我怕他會變那種 他的心 根本Donna本身的心都不是在這裏 他又穿過國米球衣 又是拿玻璃出生 Donna 沒得說 一個是真的加到數 加到數是我的偶像 加到數 還要問過他才拿他的白號衣 一個曾經得逞過的人 想試多一次 所以這次馬電力做得不錯 還有Donna的agent 也是很大因素 人去了就算了 可能Donna每天都還在莊香 所以Donna是很棒的 Donna是很棒的 如果你逐個說 我會覺得卡拉後面 分分鐘已經可能Donna是 我覺得他有這個 加到卡拉 隊長的潛質 對 隊長的潛質 對 那 那 但 卡拉之後是 Fill Fill先 說回一場球 阿東 其實每一場都撞夠 Toro是不錯的 Toro很棒的 那次我才跟你說 他又陰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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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陰 Explore 不是 你jos了 但是他再幾再濕了一下 其實你想像一下 一開場球賽的時候 騙手那裏 如果我不egenyas騙手 不是 其實是土魯不是 很重 арт啦 然後他風經過 打揪一些頭 沒有辦法 他是少揪的 是嗎? 現在有了嗎? 回來了 其實作為一個男人你這麼小器 是真的值得他給人錄 真的值得他 這段影片看了兩件事 一般的同事Failwell 你不會唱夠他 你那個人多討厭 你走了之後別人唱夠你 還要不止Feo 這段影片跟陳漢說一句說話 鼓力有份唱 Feo又拿著咪咪唱 其實很多人 其他人是在那裡默認 在那裡笑 你這個人多沒有人緣 這叫做什麼呢? 這段影片我學到一個說話 好可怕 好可怕 好紳士鬼異啦 的確 你對 另外 陳漢股 其實開球前我很害怕他 我也擔心 他仇心這麼強 又是一個進攻球員 你會不會整個季就這一場大爆發 有個罰球給他死 有個禁拳頂的罰球 我擔心了一會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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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擔心他應聲破網 結果他是應聲 應聲也是省做人的態度 你不會說 你不是這樣說 你不要說你 你不想是現在才來挖 你現在才來罰球王 真是 後面最後有一個軟石 Mike 救到 救到 那球是很漂亮的 他射得很漂亮的 那球射又射得漂亮 救又救得漂亮 但是就無力回天 最後就 終結了一場球 那個撲球應該也 終結了一場球 這個 茶狗報不到手 就已經注定了 那種感覺是 直接打沉了他 托賴我們的好龍門 真的 托賴我們有好龍門 某程度上就是 托賴當日龍馬走了 托賴他 托賴他 正如我們這個 足球線的一位 網友 湯凱人說 Donnarumma前季尾場 對珍南克 爭前四的時候 球球交前場的軟球 埋得OK 最重要的是 腳下功夫用球麻麻 並不是天之嬌子級 不是的 那時候我們剛剛失婚 還是不知道什麼 然後對祖雲達斯 那時候 他球球出來好像想送禮 不是這樣的 幸好我們最後贏了3比0 有沒有印象 阿Mike幾十年來頂不入 他衝了出來 然後跑空氣 神經病 阿Mike這些腳下功夫 和長傳人力 真的很難 阿Mike純講反應 或者撲狗 他未必是最頭 但是長傳 左右腳 他是全面性 非常全面性 我想說 以前我們前幾個月 看當日龍馬 他左扣右扣 他就很喜歡吸一下 對呀 扮樓 其實阿Mike也有 阿Mike那些是你害怕 他比玩街場 街場那些不敢試的事情 他也做了 都是不甩 他在義甲牆上做 都是不甩 他操作未入球 很厲害 還有他那些 走去指揮 那個反人 那些 他是站到中場先去指揮 那我就管他 我踢球都站到中場 沒有所謂的 所以真的不用 所以你就被人吵了 他的防守的範圍很大 他的禁區 你也可以 和漢奸不同的地方 就是漢奸一定要躲在一個小禁區 站莊 但問題 漢奸 不要說這一兩季 傳統龍門和摩登龍門的分別 其實前兩三個月的漢奸都還是很厲害 我想說 味道很冷靜 飄忽 即是勁的時候可以很冷靜 但肺的時候也可以很冷靜 我一季看他都是梁三翔人 那些Twitter的人 他不是叫Handanovic 那些人叫他做Standanovic 站著就在那裡 那傳統龍門就行 傳統龍門 他是 他是 他站在那裡的 球已經進了網 他還是站在那裡 塞球全部都沒有動 沒有反應 對 就這樣站在那裡 然後球就打進去 你說這些是之前勁的時候 還是近年勁的時候 近年勢的球很多都是站在那裡不動的 因為我最深的印象就是 他去年米蘭打比 然後我們有兩球很連 因為那一場 叫他 背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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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圍 總之轉身 趕過去 那球不是特別刁鑽 不快 地圖 但是漢奸竟然下跌地 罵不到他就進了 那一刻我就覺得漢奸真的老了 我是覺得老了 因為其實 漢奸其實我一直都很喜歡 你有投願自己 沒有什麼特別 沒有什麼特別 不是弱 主角不是人 不是隊長 不是弱 不是弱 對 對 對 沒有在賣 你沒有收過錢 對 我們是 跟我經常沒有收過錢 對 那 我們是和平分手 以事論是 諾米樂也公的原門 是公的原門的 公的原門 我們帶完備章的 也免費來隊 七十九 九十三 十九沒有 十九不是免費的 應該不會 不要提這個混蛋 他昨晚很厲害 累到早餐每三分鐘 做到事啊 說他干擾龍門 不過我覺得隨便吧 現在早期拆到這樣 你踢好一點就不用拍黑手 你自己入多球踢得好一點 我喜歡這個姿勢 我們不要說別人失分 人家又說我們這些AC球又弄了 今天又不是打J嗎 今天又不是打J嗎 我們講完米能打比就講歐聯 歐聯拾了 深多要不要講一下 撒爾夫斯的嘛 很少是3-4 撒爾夫斯的 我剛才又想起 大小再大小 那一刻他是那裡找命的 首先是通了卡努盧大小 再通了麥克大小 他通完卡努盧之後 卡努盧是躺在那裡抹大腳 是玩到卡努盧跌低 其實真的沒有多少個人 玩到卡努盧這樣躲在那裡 你看到他出醜有沒有卡努盧 小哥好笑 真的好笑 其實薩爾斯堡 他是大將來的 卡努盧那時候 始終人家是專業為加工的隊 Selling Club 很專業 還有其實歐聯這幾年是比我們上客 不是的 你在聯賽 grading那裡有習慣 還有他是和拜人的可以主場 有這個能力 有這樣的能力 他們是搞定的 細思堡那一場 因為我自己沒有看 就是第二天上班 你們覺得細思堡那一場 我沒有記錯是打防範 守好你後面前面 兩三個很強盤樓的球員 對手是 其實這兩個所謂的快突破 會不會威脅到我們對中堅呢 其實是威脅到我們的防線 對一半半 二級級和歐洲級級的分別 不至於差那麼遠 不至於 因為其實他不是整隊球 整體11個 好像我們剛剛評國米的情況 而是 他真的是那個Fernando 一個人 突破你 不斷地嘗試突破 只要他衝到一次就入球了 所有人都賣到錢 小的 為何賣貴一點 因為我覺得 我那天看那場球 我最大的感覺就是 因為我們看過人二級 那個節奏是真的相對比較慢的 你出到歐聯就不是了 速率的問題 速率很高 他們真的 無時無刻都有人過來標你 跟你埋身身體對抗 很大很強的速度 節奏 我也都相信他們的後防 是有看不少Leal的球王片 他們很清楚Leal就是那種 插一下花 這個位置 我知道你這個位置 追究著你 有做功課 真的有做功課 沒有 Leal是沒有怎樣發揮的 除了入球 當賽前PressCon 其實薩爾斯堡隊長也有說過 就是說 我們有做了功課 對著A.S.B. 但是我知道A.S.B. 你應該沒有看我們薩爾斯堡的比賽 哈哈哈哈 他又說也沒有錯 不是不是 皮Sir說他自己有看的 他自己有看的 其實皮Sir也要進步的地方 我是Haters 你當 不用當的 其實近年有進步 皮Sir有進步 但是他出到歐洲賽場 他可不可以 就是他會不會有另一個想法去做 因為譬如耳甲 你身體對抗 或者你速度各樣東西 你是快的 大家都習慣了 可能你快極 或你埋身極 你對著烏雞埋身極 或者你對著其他動 但是你出到去 人家找十一個非洲大獎 來對著你 你最喜歡那些 很棒的 就是 他是要學習怎樣去應付這些 歐戰的新手 對 歐戰的賽場和二甲賽場 剛才說的很不同 他之前歐洲賽 他表現 其實大家有眼睛 不是特別好的 你看到他對著紅星 很明顯 其實當兩季前 應該是打歐霸那年 萬聯出局那年 其實他是沒有板斧的 他是好像 他當二甲這樣踢 他當二甲這樣踢 譬如說我們 待會講下一場 我們會做前占 例如 會不會對著這些 你所謂的 叫做弱女 但是他在用 都是用一些很硬的 硬過你的心態 去打你的時候 你要怎樣去應付 其實我如果 講一下這個 就講完 一會我原本就先講 其實皮素 我覺得他接下來 要有兩個問題要想 第一 當A斯文在二甲 已經 我拿過一次冠軍 其實其他另外的隊 是會追著來打的 視你為一個 當你是一個 強敵 強敵 你對著一些 藥女的時候 你怎樣破密集 第二 你去到歐洲賽場的時候 你不夠經驗了 你怎樣去適應 和歐洲的列強 有這個競爭力 那這些是我覺得皮素要想的事情 我覺得 大家說 對方 曬爾斯堡做足功課 我覺得除了 皮Sir沒有經驗 就是可能 不夠經驗之外 其實我對曬爾斯堡 那一場我看到 有一點點像 是去年對波圖的影子 就是對 對波可能準備不足 也都可能對方準備好足 我不知道這些 但是很明顯你看到 無論Leo Leo也好 Feo也好 他們是習慣了 耳甲那隻 說屈你速就屈你速 他們是忘記了 我不知道他們 應該這樣說 他們忘記了 他們其實是帶 我們來的 對方其實都是跟你一樣 那麼快的 例如像Leo那些 Philip經常說 假動作都不做 嘩 推就推 人家就等著你 就閘了你的球 其實 Feo也是這樣 你差了 Philip最後一句 正知 不得行 哈哈 哈哈 我明明就算了 哈哈 即是Feo和Leo都有這個問題 即是他當了對面 是 二甲 哪一隊慢一點 二甲 Hollyland最慢 Hollyland最慢 Hollyland夠不夠爛 Hollyland 隨便吧 總之 那些就說屈速就屈速那些 但是對方不是 對方是薩爾師傅 打了這麼多年 亦都反過來 這個就是你剛才說的 除了皮常務經驗 其實我們的球員 又有多少個打過互聯 CDK 哈哈 真的 你也對 你也對 我原本想說 Jill 你講了CDK出來 我也不好意思說 另外一個問題是 是 細小波是很明顯 看著你 打完米蘭打給 消耗得這麼厲害 我就扶你 11個人打到12個人 來扶你 其實你實力 當然是有個分 但當你每人跑多一步 每人跑多一步 就差很遠 是啊 不過我都很慶幸 我得到一分 哈哈 因為薩爾斯堡 對上了 他的往績 他的往績 在主場 好像是暫時 不知道 都大半季 是沒輸過 沒輸過 去年開始 地獄主場 是很兇的 當然很好 他有做功課 他沒有記錄到沙拉馬加斯 沙拉馬加斯 沙拉馬加斯 就是贏了金 丟尼龍尾果球 嚇死我 我多怕他不輸入 我寫到他 神經病 好賽 有一樣好賽 薩爾斯堡的籠真的不強 我們看到的籠子 籠子是比較弱的 是比較弱的一隊 算是幸運 我想說 我看Foodmob 沙拉馬加斯堡這隊 我拉到最高的比賽 我都沒見到他主場輸過 紅色是甚麼時候 有沒有紅色的 有 有的 他今季輸過一場 就是第一場 是作客 是打歐巴的 還是歐協聯的 是歐戰隊 其實都 輸一粒的有沒有記錯過 是 輸2比1 其實要數的 我們都22場不敗 面座面座面座 你講 你講 加加上季 加上季 好像債聯賽 好像債聯賽 我記錯了一場 國文書三比零 是杯仔 杯仔 意大利杯 然後如果聯賽 不算史比斯亞那場 如果 不要太差 不算這場 就要數到 上年11月 對薩斯索羅 羅馬仔吃草 很久了 如果前幾晚要叫春 的話 我們對史比斯亞也要叫春 不算了 我不是說人家 我們功好一點 就不用叫春 我們早點入多兩顆文 就不用叫春 早早點四比零 就沒事了 自己不爭氣 對 你要起來看一比數 就有一場 真的 不是 是不記得早有球 怎麼三比零 被人黑 這是我的寫照 因為大家都知道 我不能看 我看會被你們罵 不敢罵你 只不過會問 你昨晚看了嗎 或者這樣吧 David你試試找些強強對女看 輸了也不怪你 我會看一場的 對Monsa我會看的 不要 不要 我當然是奔離雲圖 現在是起機 沒有東西的 幫人起機 你當我掛著加利安尼吧 哈哈哈哈 那我們就 你看吧 不要告訴我們 你也 開心不要受傷 對 開心不要受傷 那我們現在先看看 我們下一節回來再看看 一些 接下來兩場的 深多 來歐聯 歐聯 還有納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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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會再見 好 千呼萬喚 加勒吉娜最強的CP值入門酒 Shootman三合 新年份隆重回歸了 包括Shootman Saparavi Mukusani 和Sinadali 三隻葡萄酒 果味濃郁的Saparavi 128元 落個木桶 味道更加豐富的Mukusani 148元 清爽二入口的白酒 Sinadali 128元 可以選擇親臨自取 或者送火 運費方面 一支25元 一次order 最多都是收來75元 購物滿500元 免運費 想查詢更多關於 加勒吉娜酒的詳情 可以WhatsApp致電 91660926 或者用這個QR Code 還未試過加勒吉娜葡萄酒 快點買一支新酒回去試試吧 進行 3 4 5 轄 快點 一個